大家好,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台一線水底寮五叉入口 那這邊非常有名 就是台一線台17線交會處 那一大早車子非常的多 我們在早上8點47分的時候 就已經來啟動了掉波車道 那每小時的車流量來到了2500輛 預估早上10點到12點的車流量 應該會達到尖峰是2900輛左右 那昨天跟今天的車流量 應該預估都會達到南下車流 三萬五千輛次左右 那比我們原先預估的 還要再稍微多一點 在這邊呼籲駕駛朋友們 前進本路段的時候 務必來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違規行駛侵犯車道 這個現在集班要提供 兩個替代道路的南下走法 給各位駕駛朋友們參考 那第一個替代道路的走法 就是我們從 南州交流道的方向下來 接台一線的時候 左邊會有新替交流站 那你可以左轉方向進去 接平118線 那再續走右轉接平185線直走 就可以接到仿寮段的台一線 那第二個替代道路走法 一樣我們從 南州交流道下來 接台一線的時候 我們就直直走 走到仿寮 加東鄉的戰備跑道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左轉方向有農場路 也就是平132線 然後直走在右轉接平185線 一樣直直走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台一線的反搂傳了